同学们,今天我们开始第七讲的内容 腿法的技术动作有主动进攻的 有进攻兼防守的 上一讲,大家学习的是以攻为守的迎击方式 这一讲,我将重点给大家介绍以防为攻的截击方式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第二个腿法技术,踹腿 请大家先看动作技术的展示 准备姿势开始 左踹腿动作 重心稍微后移 前腿屈膝抬起与宽同高 小腿外翻 迅速展宽身膝 横脚向前踹击 力达拳脚掌 右踹腿动作 右脚蹬地 左脚外展 重心前移 身体左转时 右腿迅速提至胸前 小腿外翻 脚尖勾起 并向外翻脚 支撑腿转动 使得脚后跟朝前 展宽身膝 向正前方踹出 动作完成后 迅速收回成准备姿势 踹腿动作的席练要点是 蹬地 提膝 抬腿 翻胯 与踹肌动作要连贯一致 膝关节抬起时 要尽量向胸前收拢 利用腿部和躯干的躯身力 快速踹出 需要注意的是 踹腿动作 切记没有翻胯 翻脚 就直接起腿 踹出的同时 支撑腿也要随之凝转 以稳定重心 避免踹人的同时 将自己弄倒 踹腿作为直线式的攻击腿法 速度快 力量大 在实际运用时 可在中远距离 进攻对方头部 躯干 可在中近距离 直接攻击对方腿部 带对方起腿时 可迅速使用踹腿 攻击其大腿根部或腰部 阻击对方起腿 也可在两人近战纠缠时 迅速外旋脚踝 用横脚内侧面 截击对方小腿颈骨等 同学们 在课下要重点练习 转体翻胯和翻脚踹肌的动作 敢于运用阻击解防的踹腿技术 练就勇于晋升 毫无畏惧的气魄与胆力 谢谢大家